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见性的可见性的我们用谁呢 是不是用那个那个那个 input的这个可能更好一点 把这些长的给它去掉啊 现在咱们这三个input是不是都是可见的呀 对不对 你看啊 那我我给他写个啥 第一次 给他写个死掉 第一次play等于给他来个啥呢 OAE 现在他怎么样了 是不是他就隐藏了 对不对 还有一种方式的隐藏叫啥呢 这是我们通过样式是不是给他隐藏的呀 那么还有一种啥呢 还有这样来的啊 TYP Type 但是这个 这个type 我们是不是在前面写了 给他来个HIDD黑的 看我们的页面 刷新 只有几个 一个 但是 我们看我们 我们在这里啊 这有一个 这这这这还有对吧 这边还有 他俩是不是现在都没有隐藏 都隐藏了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想找到 隐藏的 那些 那么怎么找了 是不是要引铺他呀 INPOT 对不对 那么想找隐藏的这里要啥 HIDD IN HIDD 这边会打印出几个 刷新 是不是两个 我点一下这个 是不是过来 是不是就是这个 你看 这两种方式的隐藏 是不是都能匹配得上啊 是不是 这两种方式的隐藏 我们都能匹配得上啊 那么 呃 这是匹配隐藏的 那我匹配不隐藏的呢 V在 Visible吧 Visible这样能匹配几个 我们 是不是只能匹配到一个呀 就说我们现在这个 没有隐藏的 是不是就是他呀 是吧 看到了吧 哎 哎 那那么这样吧 既然讲到这个文本了 我们匹配到是没有隐藏的 对吧 我们怎么 假说 你看着 我这个文本里边 比方说 他有一个Y6 F1CK A GOODMAN 我想要他里边这个属性的 这个值 我们文本是不是要填内容啊 你看 文本是不是填了内容 这个内容是我默认填的 对吧 我想把这个值拿出来 哎 用原生的你会不行 他是个歪流属性啊 对吧 用JCURY的更简单了 那么我这里边 看着啊 我这里边是不是只有一个 是不是啊 只有一个的话 我现在直接干什么就行了 叫VAL 点VAL就取值了 能理解吗 7就取得我这个影铺里边 这个谁的值啊 VALUE这个属性的值 能理解吧 来你看看这个值能不能打印出来 刷新 点击 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那么我如果想通过我们的代码 这块给他复制值呢 到了 我们这样是不是是叫取值啊 你如果给他添加参数 就是设置值 能理解吗 他设置的是 引铺的的哪个属性 Y流属性 能理解了吧 那么我现在下面再提取 是不是要提取出这个值了 刷新 是不是这个值啊 你看中间这个值是不是也变了 对吧 你这个加参数就是啥 复值 不加参数就怎么样 就是取值 看到了吗 就这么简单 那么不用我们在那个什么点上Y6 再给他复制那种属性了 对吧 那么这还有一个问题 比方说你看着啊 我把它变成啥呢 我把它变成黑的呢 这里边我们能提出俩 对吧 那么这个我能给我这样复制的话 是给一个复制呢 还给俩复制呢 我如果我们刚才学的HT 是不是如果我们用HTML是把我所有匹配的数全复生值啊 来我们看他 或者说我们这个看隐藏的不太习惯 对吧 还看 呃 VZ 只不过我们再加一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nice嘛 是不是现在这个显示的就俩了 我们来看啊 我们那个设置 执行 怎么样 是不是都设置上了 他设置的话 你看我没有规定 那么他是不是把这个 这个 集合里边的所有的标签 是不是都设置上了 哎那么我取值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 或者说我就不让他先设置值了 因为他俩的值数不一样啊 他取的是谁的值呢 你看 他只能取出几个 一个 设置值 这个VL设置值 可以把我所有的是不是都设置上 但是取值 他只能取第一个 那么好了 那那那那个HTML呢 HTML是不是这里有P啊 对吧 那么我们把它换成所有的P 行吧 那么这也换HTML 可以吧 那么我是不是找到所有的P HTML里边的P的HTML啊 来我们看 刷新 也是几个 一个 你会发现啊 我在这我简单给你 我的笔记里边应该会也也在某些地方会写啊 你应该自己慢慢去发现 比如说HTML啊 和谁呢 VAL 他们还有个特点是啥呀 是不是 是不是 设置值会设置什么 全部啊 取值默认取哪呢 第一个 元素的 第一个匹配的元素的 是吧 能力量吗 那么你看啊 就像 现在我想我这个这个取值 我这个取值 我想取值 我想取第二个的咋办 我想取第二个的咋办 那么啊 想取第二个的咋办 那有东西 你用下标呗 哎 但是啊 但是啊 我用完下标 写一对吧 我还能用这个了吗 还能用吗 因为这个方法是dequary的 是不是啊 你这样给我加下标 这是啥的了 DOM元素了吧 前面 DOM元素是不能用dequary里的东西啊 对吧 那么咋办啊 那么我们通过哪呢 就说我通过这个 我给它找出来 那么你看 我是不是可以eq eq等于啥的 等于几的 一的吧 哎 这样写行不行 啊 这样写我提取几个 是不是就一个了 我是把input都拿出来 我先用是不是前面这个过滤掉啊 这里边是不是只有是所有显示的input了 我又在所有显示的input里边 是不是拿出来下标为一的呀 那你也有 你也可以用啥的 我们那是两个就两个吗 那不就是辣死他的吗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过滤器 我是不是可以这连着去使用啊 看到了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写第二个的了 那么 点log 到了 到了 哪去了 到了 呃 jqob.vl vl 这把是不是就拿第二个的了 刷新 是不是就这个奶子慢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个过滤器是不是就强大了 你想拿啥 你是不是就给我找啊 对不对 你看呢 我们刚才是不是用在这里的 呃 这个里边我们又增加了我们刚才一个eq啊 是不是 eq呢 也能用 这个last是不是也能用 对吧 这就是可见性过滤器啊 注意啊 在拥有黑的过滤器时 difpa属性是num啊 即input的元素的属性 呃 属性的type的属性为为这个这个黑的的怎么样 是不是都会被匹配到啊 这个要注意就行了 那么这个这个可见性的过滤器是不是也就知道了 过滤器是不是就相当于过滤掉我们一些不想要的 或者说过滤下来我们想要的呀 是吧 那么过滤器的前提 你也要理解我们上边所有的过滤器是不是 就通过我们先拿出一堆 我们再根据一些条件 是不是过滤掉扔掉一些呀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叫过滤器啊 那么还有什么呢 表单对象的属性过滤器 这个是不是需要一个表单呢 这个表单我也不想写了 表单表单对象的 我把这个这个 啊 我就站过来了 不写这个表单了 因为这个表单我认我记得好像挺多的 看到吧 这么多呢 这个表单写的还是挺多的啊 看一下这个表单里头有啥 有复选框 对吧 有不可按按钮 对吧 这个按钮是不是不可按啊 还有个下巴框 看到了吧 还有这么多东西啊 不可按钮是不是就是一个得特累得特累的加这么一个属性啊 这个当时说过吧 我应该是说过啊 我们来看这边都有啥呢 首先第一个 其实这个差点就啥意思呢 表单对象的属性过滤器是通过表单的一些元素的属性状态去过滤的 比方说是否选中啊 是否可用啊 这些东西能列吧 那么我现在在这边你看这么多表单 你说这么多input的里边 是不是啊 是不是有好多input的 现在我想找到我所有的复选框的input 那么你要找的是不是要找所有的input的呀 先生 那么所有的input的这样是不是就通过标签我们就找到它了 对吧 通过标签我们就找到它了 但是啊 下面这个是不是也是input的 但是它是复显框吗 不是 那么我们想要的是不是这个类型是checkbox的呀 那么表单里边直接加一个checkchecktay的 但这个好像不叫checktay的 就叫checktay的对吧 这个checktay的是啥意思呢 而且你看着啊 我们在这个复选框里边 前两个我们是不是也checktay的了 啥意思 是不是默认是选中的 最后一个怎么样 选中吗 是不是没有选中 那么我在这里写这个 冒号checktay的是啥意思啊 找到选中的复显框 有几个现在 刷新 是不是打印了两个 一个是 第一个 还有一个是 是不是第二个 看到了吧 这俩复显框 这是找到选中的复显框 也说 其实就是也就什么意思 这个imput 有一个啥属性的 check的属性 并且这个check的属性 是不是只是checktay的呀 是不是啊 那么这是找第一种 这是表单利用的 这个 只能在哪用 只能在哪用 说表单利用 有时候跟imput的去联合使用啊 这个data 配的啊 这个data data 啥意思啊 不可用的 匹配什么 不可用的元素 比如说 其实就啥意思啊 匹配一个 有data 属性的 而且它的值是啥 data 能理解吧 如果 但是一般我们写这个属性 是不是就不用写这个值了 它这个值 是不是就默认是它了 是不是啊 比如说 我现在想匹配 input的里边 所有不可用的标签 那么这个是不是 我现在是不是只有一个呀 那么怎么找到不可用的呢 就把它换成啥 data 找到input的里边 是不可用的标签 这把能理解了吗 那么我们来看看 对不对吧 是不是就这一个 不可用的标签 我放在这 你看是不是就这个按钮 是吧 因为就它一个属性是 disable的 对吧 那如果再来一个呢 比方说 我在这里 给它来一个啥呢 disable的 disable的 那么现在就有几个了 现在是不是就俩了 你看 这里是不是就两个了 是吧 这个disable的 就是匹配 什么的 input里边 有disable属性的 并且它的值是不是disable的 那么这个呢 emble的 上一个是匹配不可用的 对吧 这是啥 匹配可用的 比如说匹配可用的 啥意思 比如说匹配这个没有 disable属性的 input标签 理解吗 应该理解吧 那么这个slag的 匹配所有选中的option 这意思就说我这个 这个这个option 有的时候我是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多选的意思 那么我现在 我们这个里边 这个是 这里边 你看着 这里边 我给他 slag的加了一个什么 事件 加了一个ontchange事件 能理解吧 这个ontchange事件 啥意思呢 你看着 我也可以写在这 或者说 我把代码 是不是写在这 也可以啊 function slag slag 叫log 那么我 如果啊 你看着 只要 错了 只要 我的这个列表的选项 发生变化 哎呀 写在这了 是吗 我 值 没写错吧 刷新 列表的选项 执行 怎么样 是不是执行这个函数 只要列表的值 发生变化 是不是就执行这 看到了吗 我现在是不是用这种方式 给他加的啊 那如果里边用z 我现在是不是还用 用不了啊 里边有能用z 什么现在 用z是不是代表window啊 你想用z 你想z z是不是代表slag 他呀 那么我 如果我这个发生值 我是不是就变化了 那么你会发现 如果你变化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 里边这些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拿出来啊 能理解吗 那么我们来看啊 先看看 这个就是 呃 到了 我把谁 传进来抱传 对吧 先不传了 那么 呃 我们在这儿啊 有个啥呢 有个叫slag的 的 是了 真的 slag的 那么他会匹配所有选中的options 比如说啊 如果我在这个里边那我只能在这个里写了对吧 那在这个里边能不能写 接接接口的代码呢 也能 理解吧 你其实不写这个 行不行 其实行 我们写这一套只不过让让我们的这Q的代码 是不是在道路元素加载之后再执行啊 那么你写不写 那么我现在 input 那我看这个怎么写的来的 slag 你说 serect 我这个匹配的是谁 是不是匹配的是我这个slag呀 对吧 那么下面我在匹配谁呢 op 我是不是这样匹配到slag下面所有的options 但是 我只要啥 是不是只要选中的呀 对不对 选中的刚才说叫啥来的 是不是叫 还叫slag可以的呀 对吧 那你过滤一下serected slag的 是不是就留下来了 你打印一下它的啥呢 vl consore.log 我这样打印行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 我选 我换一个列表选项2 你看是不是把这个值就打印出来了 那么我再换一下 我这个能找到我当时选的是哪个值 看懂了吗 那么这个你看 我们再分析一下 这就是slag它下面的所有的options 对吧 但是我只要是哪个options 被选中的 能理解了吧 那么这是表单里的 还有一些叫什么的呢 子元素过滤器 这个子元素过滤器 也非常常用 非常常用 这是找子元素 是不是 我们来看 我们上边 是不是有一堆屁来的呀 对不对 这一堆屁呀 我给它检测一下 我放到一个div下面 叫boxbox4 行吧 加入这里边啊 还没有这个什么class 好了 那么这个box4 下面是不是有些屁呀 我们来看啊 你看有一个叫first chair的 那么这个是匹配 所有给定元素的什么 第一个子元素 那么其实这个 我们那个eq也能办到 对不对 啥意思 你看啊 你看啊 我这个是不是 我下面我就可以写啥了呢 呃 在这里写 是不是井 box4啊 对吧 他下面有啥呀 有屁对不对 我想匹配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first 我们早期学了一个啥 是不是叫叫叫叫叫 这个这个这个 哎 这呢 first这是匹配什么 第一个元素 我是找到所有的元素匹配 对不对 这个呢 我想匹配 你看啊 他可不一样 这个我不这么写 冒号 first 他 前二的 这个你看 我先找到的是 box4 对吧 但是box4里边 我用了一个叫 first star的 他会匹配啥 哎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语义上是这样的 对吧 先别看我那个 这个 先不看我这里边啊 只行 找到的不对 这个你还是需要 我所有的子元素谁呀 P里边的 他其实过滤的是这个P 啊 这找到所有的 box4 下面所有的P的第一个子元素P 这把你再来 你看 这把是不是就这个P了 P在哪呢 上面呢 哪个P 是不是就这个P了 找到他了吧 那么还有啥呢 你看发现 其实我们用啥一下 Irst first 我拼错了吗 来 F-I-R-S-T F-I-R-S-T 来 你写的是一样的 对吧 但是怎么样了 少回引号了 是吧 感觉 哪去了 刷新 来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还这个P 对吧 效果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再来 那么这里边还有个啥呢 Last Last Chall 啥意思啊 最后一个了吧 比如说匹配 给 匹配所有给定元素的最后一个子元素 看到了吧 那么这个我们再来看啊 OnlyChall 如果 如果某个元素是他负元素中唯一的子元素 那么将匹配 如果负元素中包含其他的元素 怎么样 则不匹配 则不匹配 啥意思啊 你看着啊 呃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匹配这个力 我想匹配这个力 呃 我还是用这个 用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力吧 可能也比较好一点 UL 写 因为写这玩意很快 是吧 我就写个123 234 啊 或者这里边 我再加一层 谁呢 A 234 啊 那么我们改一下用谁呢 用这个这个 UL 下面的谁 利 啊 刚才这个分色也 这就不用再看了 一样了 对吧 哎 我们来看啊 你看 这个匹配的是谁 哎 这个比刚才那个效果还要好一点 这个时候匹配的是这个力啊 看到了吗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我们要说的是谁呢 说这个only child 啥意思啊 只有一个子元素的 你看着啊 呃 我我如果现在我给我们的代码换成谁呢 only child only child 什么 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刷新 有吗 没看到有是吧 为啥呀 呃 只有一个的对吧 那我现在这里没有的呢 有 来 再刷新 啊 啥 太啥也没有 对吧 来 你看 这个是啥意思呢 如果某个负元素 是他 某个元素 是他负元素 唯一的子元素 那么是不是才匹配 但你看我现在这个UR 下面有几个例 是不是三次个呢 如果我只有一个例 能力啊 他才会匹配谁 匹配我这个例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例 看到了吗 如果你要理清这个含义啊 谁是负元素 我这个UR对吧 他是匹配只有一个例 其实你这个你要看得懂啊 这是啥意思 跟其实我们如果你看啊 我要给他写成FIRST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拿到的其实还是一样的 但是他其实他思想是一样的吗 思想是不一样 他这个啥意思啊 是我先拿到的UR了对吧 但我们是不是现在只有一个UR了啊 我拿到这个UR下边的所有的例 能理解吗 我拿到的是所有的USD 我是把其他的干什么了 过滤掉 我只留下了第一个 能理解吧 那么如果这要是FIRST FIR FIRST 是啥意思呢 我只拿了UR下面的第一个例 能理解吗 我只找到了UR下面的一个例 能理解吧 如果我按照刚才那个FIRST 是不是找到了所有的例啊 那么他的如果要你就要只写FIRST 他的匹配关系是这样的 我是不是先这么来匹配的啊 那么再去把它过滤掉啊 如果要是CHAR的呢 直接是UR下面第一个例 理解了吗 那么这个叫啊 这个叫子元素 是过滤子元素的吗 对吧 还有叫NTHCHAR的 这啥意思啊 就是匹配 第几个 匹配第几个的意思 现在没有那么多是吧 二三四五 我现在写的是R对不对 来 刷新 你看 下标 下标 第几个 我说的是第二个 我这是下标吗 那二不是下标 是第几个 是不是啊 第二个 那么下标 是不是就是一的呀 那么 看着啊 那么这个是啥意思 我直接拿出了这个 它是下标为二的这个力的子力的元素 是吧 能理解了吧 其实你发现 我们用那个那个那个 简单过滤器是不是也能办到 其实它也有啥 你看也有AVEN 如果写AVEN就啥意思啊 是不是只拿偶数的力 那么还有 那你说有AVEN就要有啥 ODD呗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些过滤器 你必须要都掌握 这个过滤器 可以很方便的帮你 你想要啥 是不是拿出啥 对吧 以前我们是没有过滤器啊 现在我们这个过滤器很方便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去拿元素 就讲了这么多了 还有一个属性选择器 还有一个文表单选择器 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说法 注意事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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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